川普他在整個美國已經有25個城市宵禁 整個美國瘋煙四起到處暴亂打砸殺搶的時候 5月29日的川普他忙什麼 他忙著在對付中國 他召開記者會來聽聽看他怎麼樣對付中國 在安息六次裏 baz了一套的防備財財平 是中國一的時候 真的是我建議自己產品 往分解供 exemptions 侵給香港的相針 邊翁是不同,特別佔治台灣 他們訊告今天的提供 香港壓制住支撰 由我們bank� ran途川拍 terme 去使用勝控室 on dual-use technologies and more with few exceptions we will be revising the state department's travel advisory for hong kong to reflect the increased danger of surveillance and punishment by the chinese state security apparatus we will take action to revoke hong kong'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s a separate customs and travel territory from the res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so take 他祭出四招 撤銷對香港特殊待遇 所以引渡條約 出口管制 旅遊跟單獨關稅區的地位 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大陸跟香港的官員 這裡面蠻好笑的 因為美國每年對香港出超300億美金 美國對很多國家的貿易都是入超的 都沒賺錢 可是他對香港他是賺錢狂賺 一年賺300億美元 而香港700萬人口 他怎麼可能跟你買那麼多貨 他其實香港就是 香港跟美國買 然後就進口到大陸啦 就是大陸跟你買的 那你現在取消香港的 單獨的關稅地位 要把它香港跟大陸放在一起 那就沒有啦 那你美國要不要賺香港的錢呢 那他要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大陸跟香港官員 制裁好啊 公佈那些官員在美國有財產 公佈好啊 把他拿走好啊 這樣大陸 習近平他要 他要懲治貪官 是不是很方便 趕快來 川建國幫忙一下啊 然後呢 他WHO WHO 美國要退出 害我剛剛差點唸成HBO了 WHO 蠻好笑的 他自己要退出這個聯合國下面的衛生組織 今天看川普 China's cover-up of the Wuhan virus allowed the disease to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instigating a global pandemic that has cost more than 100,000 American lives and over a million lives worldwide Chinese officials ignored their reporting obligations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pressur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 mislead the world 然後再來對付中國企業跑到美國去上市的 要求他在會計上啊 怎麼怎麼樣 要符合美國標準 意思就是說 我要找你的查 就這麼簡單 不過很多中國企業到美國 股票上市 像瑞幸竟然造假賬 這確實是自己要反省 這個不重要 智慧財產權 因為覺得你中國人都是到美國來偷我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怎麼樣呢 我不讓很多人到美國來留學 這個反制有用嗎 蘇恒 所以你幫我們解析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那時候川普說他要宣布 要如何制裁香港 制裁北京嘛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在等 因為那時候當天美股開始下跌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當中美開始發生這種對抗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都倒楣 兩頭大象打架 全世界都遭殃 大家都在等 結果等到川普一宣布之後 美股開始漲 代表什麼 代表就發現說 哎呀你川普雷聲大雨有點小嘛 就代表說大家都知道 你這什麼所謂的反制的措施 其實不傷 對大陸來講其實有一點點痛 但是一點都不傷 但最可憐的是誰 最可憐的是香港 就因為你看他香港 因為他有特殊的關稅 他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外商 當他要進入大陸的這個市場的時候 他們會藉由香港進入市場 因為他認為說 他跟大陸的法治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他們會從香港做一個跳板 但一旦今天美國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的時候 我如果是外商 我會去哪裡設這個總部 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 已經開始把總部設在上海了 那後面會不會有更多的外商 會開始把他的總部 往大陸內陸去設置 因為他離市場就更近了嘛 我不需要透過香港再轉進大陸進去 因為如果待遇是一樣的話 待遇是一樣的 我沒有差 那我反而離市場更近 我如果今天我是美商 我是美氣 我要去哪裡設 我是我 我一定往大陸 離市場最近的那個地方 去上海啊 都要去上海啊 而且上海治安很好啊 對啊 沒有黑衣膜啊 對啊 不會打閘燒 我不會被搶劫 不會像美國一樣被搶劫啊 對啊 所以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再來 如果說今天香港取消了它那個特殊的金融的地位 資金大家會往哪裡流 我不往香港流了 因為去香港沒有特殊的地位 我可能去新加坡 我可能去上海 我就會離開你香港了 那最終受傷的是誰 不就是香港人嗎 所以其實你從這幾個制裁來看 其實對北京完全不傷 你說要公佈大陸官員的財產 習近平覺得開心死了 你幫我直接幫我那個打攤啊 你幫我把這些資料通通都設弄出來 習近平應該會跟川普說謝謝啊 對啊 謝謝啊 謝謝 我吵不到資料 你幫我查看 他是川建國 對 那所以呢 你說不讓這些有軍方背景的高級人才去美國受訊 那也很好 你現在知道有很多的在美國讀書的這些高級人才 現在說要回來大陸了 因為他們覺得在第一 美國不安全 第二個他們感受到美國政府對他們的不友善 所以你可以看到網路上有很多的這種高級的人才 現在都紛紛說要回到大陸去工作 去生活 那是對大陸來說更好啊 我之前想要吸引我這些人才回來 吸引不過來 因為可能因為生活環境或等等的一些原因 但太好了 你幫我 讓我把這些人才都納回來了 所以你這幾項痛不痛 那WHO呢 我說真的啊 WHO我覺得川普真的是一個不認真的總統 因為你知道嗎 當初WHO他們在設立的時候 並沒有退出的機制 當你在設立的時候 就是因為所有的會員國都會認為說 不會有人傻到要退出WHO嘛 對啊 所以他們沒有設一個退出的機制 然後結果就有一個人這麼傻 說他要退出WHO就是川普嘛 就是大家都沒想過 就代表當時的連美國人的 當時的美國總統都不覺得有人會笨到退出WHO 結果現在美國這麼笨幹了這種事 所以大家就講 其實川普現在是丟了一個難題出來 給他的國務院 給他的參眾兩院 因為他們要想辦法那怎麼辦 總統說要退了 那我們要怎麼退 大家現在要想辦法去退啊